觀眾朋友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說 那個選議跟政治的議題了 不過我們今天來談一談 今天政壇上最最最大條的人 就是前行政院長 同時他也擔任過兩屆的臺北縣縣長 蘇貞昌今天確定要參選新北市 為什麼之前一直沒有說要選 甚至在八年前在臺北市的保安宮 蘇貞昌正式承諾說 他只選臺北市 絕對不會第三次去選臺北縣 那時候還是臺北縣 為什麼他要打破自己的承諾 今天他在臺書上寫得很清楚 這是為了叫做固權大局 他選擇承擔 他也很清楚 八年前他是斬釘截鐵的說 民主的最最大上限 就是連選得連任一次 因此他絕對不會去選第三次 而今天他正式打破違背了在八年前的承諾 但是為什麼他說他要不計毀慾 因為人民有需要 為了固權大局 可是另外一方面 難道真的民進黨沒人了嗎 難道所謂的青壯世代 真的是不成氣候 無法去接上蘇貞昌的這個棒子嗎 從所謂的選舉政治人物的誠信 從所謂的世代交替 以及新北市 究竟他現在需要什麼樣的一個領導人 他的發展又遇到了什麼問題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新北 藍綠都已經正式確定 誰要參選的情形下 在民主發展 這將會改變什麼樣的情形 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民進黨副秘書長徐嘉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國民黨文傳會的副主委 鄭世維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來看看今天早上總統蔡英文 跟蘇貞昌見了面 見了面之後 民進黨也正式表示說 就是蘇貞昌要來選新北市 勸進蘇貞昌再戰新北市 總統兼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十二號上午九點 在黨中央親自約見 一個小時的會談 讓蘇貞昌確定點頭再批戰袍 應戰新北 沒有沒有大家談得好愉快 有沒有覺得總統這邊還蠻有誠意的 當然當然當然非常有誠意 在黨在這個主席啊 親自的邀請 這個鼓勵之下 蘇院長他願意來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黨中央強調選對會評估蘇貞昌不管在個人聲望或過去與新北市的淵源都是勝選機率很高的參選人 民進黨預計二十五號會召開終職會完成徵召程序 只是二零一零年曾經說過不會再選第三次蘇貞昌現在臉書為當年的承諾跳票致歉也強調大局當前選擇承擔 黨和新北有需要不能說不媒體人周遇寇十一號曾經引用一份外傳是綠營所作民調 若蘇貞昌挑戰侯友宜只差百分之零點一 成為徵召蘇貞昌的關鍵卻也連帶引發游席坤陣營的不滿 根據我了解的會談內容那是對於選情做整體的評估跟交換沒有民調的內容 在蘇貞昌點頭之後民進黨新北市一戰暫時放下心中大石而臺灣世代智庫十二號也公布民調指蘇貞昌和侯友宜的對決領先百分之零點九 讓新北選戰呈現五五波的局勢新北蘇侯之爭態勢確定兩大強棒相爭也各界關注 記者小朋友組台北報導不過董好兄 今天這一期新新聞也特別以這一次的那個蘇貞昌參選作為封面 當然你們使用千歲對上神探不過這個先不談蘇貞昌跟侯友宜有得拚 絕對有得拚而且我在猜民進黨全黨上下只有蘇貞昌跟侯友宜有得拚 一直都是這樣子從來沒有改變過捨我其誰 今年我們沒有做我們沒有做去年我們做民調 蘇貞昌跟侯友宜的差距就是五%多最近的時候 當然多一點的時候曾經有到十個percent 十個percent是侯友宜 對兩次我們做了我們去年做兩次都是侯友宜 那當然蘇貞昌沒有表態 那但是你從那個基礎你可以知道說 蘇貞昌雖然離開新北市原來臺北線已經十幾年了 但是他的威力一直都存在 侯友宜也真的是很強 因為侯友宜的特性就是因為他的警察形象 是 所以他在這一塊他打破藍綠 他真的是打破藍綠 那這個也就是他的強項 那當然這兩個人年底就會PK了 勝敗之間我想應該會很小 都不會差距太大 除非有人犯了致命的錯誤 也就是說你可以預期 今年年底的這個投票 誰犯錯的少 誰勝出的機率就大 那兩個人各有優缺點 OK 但現在真的很難講說誰會贏 可是之前不管是叫吳鼎瑞或是任何人 你們都認為說侯友宜是贏定 沒有 因為選舉從來不可能這樣子 我們只能講說 如果明天投票 當然很容易 我會去猜侯友宜 如果明天就投票 可是我們投票不是明天投票 是 你還有七個月 所以這中間會有多少變化 你很難知道 不過很多人在 績笑 就是說奇怪 索真聰明說 不是人家 自己比新娘 就是他一直在幫吳鼎瑞 他一直到處去敗票 結果自己後來變成是參選人 為什麼 轉折點是 其實不複雜 也有那麼講 吳鼎瑞最大的障礙就是 蘇貞昌 我想什麼叫 吳鼎瑞最大的障礙是蘇貞昌 在中生代裡面 你只要到了新北 你就會遇到一個蘇貞昌障礙 因為蘇貞昌在新北 是留下很多東西 那吳鼎瑞 他事實上他的民地 要跨過去的話 要能夠威脅和友誼 他第一個障礙就是 會有一個蘇貞昌陰影 也就是說 吳鼎瑞除了個人特質之外 他會 或者民進黨的人 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 會有一個蘇貞昌陰影 籠罩著民進黨 在新北市的這些立委們 不容易跨過去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蘇貞昌其實在新北留下的基礎 是不容小緒的 反過來講 侯友誼也會有一個陰影 那個陰影就是朱立倫 是 為什麼那麼講 侯友誼從來都是男配角 第一男配角 他從來沒有當過男主角 男配角是助攻的角色 從來不是 不是主角 那他這次 第一次要當主角 那 選舉這件事情來講 他是一個以前是最好的助攻 可是這時候當主角的時候 他一定要主角自己的個性 我當然不會用民進黨秘書長 洪耀福那句話說 什麼 呃 侯友誼要跟朱立倫切割 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站到舞台中央 你成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你是男第一男 在新北就是第一男主角的時候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跟魅力 嗯哼 那侯友誼為什麼強 他過去的風格跟魅力 來自於那個 鐵漢柔情的勇景形象 主要是白小燕 抱著那個南非五官 是 那他的挑戰 未來都會跟這個有關 那這兩個人的口才 其實都是好的 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 嗯哼 我們私底下聽過侯友誼 在談一些警政上的事情 他口才好得不得了 只是他現在還沒表現出來 那蘇貞上的口才就不要講 那這兩個人各有千秋 所以此時此刻你要說 誰一定有穩超勝算 我覺得 不可能有誰穩超勝算 那那個佳慶姐請教 為什麼蘇院長後來選擇出來 嗯 老實講這一段過程是 真的蠻曲折 對蘇貞昌來說 也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 他確實在保安宮前面 有做了這樣的承諾 當然本來法律上就規定連選得連任一次 是 那他已經跨界了 在法律上他當然沒有法律的問題 但是他當時認為說 民主政治最好的一個做法是 當你做滿兩任以後 可以讓其他的後進 可以有發揮的機會 不分黨派 那我想他這樣的一個思維 到現在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他在這兩天 做了這樣子的一個重大的抉擇 老實說他的周邊很多朋友 我的周邊的很多朋友也都說 蘇院長已經給自己留下一個很好的 這個成績了 他何苦來栽去再淌這場渾水呢 選輸選贏 對他來說都不會再有加分 七十歲就已經補孫了 你如果選贏 你敢有那麼多體力 還是說你又要那麼忙 選輸你之前的這些累積的東西 可能又會回一旦 為什麼會決定要出來呢 我是覺得年齡到比較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以現在人的這個年紀來說 我們大概平均 那都是以後都要七十歲才能申請這個勞退嘛 那現在 六十五啦 沒有到七十 逐年會增加 像日本跟德國已經到六十八了嘛 他們也是要逐年增加到七十嘛 那這是因為全球人口的這個壽命延長 所以那個日本說有一個小鎮這個百歲以上的人類一堆 但重點在於說 體力 智力對孫登昌來說都不是困難 他過去也是橄欖球的這個校隊 他至今依然體力 智力 記憶力通通非常好 但對他來說 他人生到了這個高點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對他來說 有加到什麼分嗎 沒有 可是他做這個決定很簡單 就跟花媽 在禮拜一做了這個決定 然後昨天接受總統的邀請 意思是一樣的 是 那我想請教 這問題不應該問蘇貞昌 應該問民進黨是說 就算吳秉銳在現在的民調是不高的 可是你也要讓年輕人去衝 而不是老是有一個蘇貞昌魔咒 難道蘇貞昌就永遠要一直選 一直選下去 如果這次蘇貞昌選輸了 那下一次新北市又要蘇貞昌出來選嗎 這完全沒道理 因此為什麼是要讓老將再回鍋 這件事情民進黨難道不考慮嗎 民進黨當然非常希望有新的世代 中生代 新生代 一代一代的往前推進 那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其實我們你看基層議員的選拔 就很清楚了嘛 我們幾乎在每個區都有這個 在經過初選的過程當中 新人自然的脫穎而出 那這個大家在基層的一個努力 那老實講 在新北的這一局裡面 這也是一個洞見觀瞻 高達四百萬的人口 在過去這八九年當中 到加上如果周習偉的時代 已經過去十三年了 這十三年當中 這麼大的一個都會 如果做得真的非常好 那我認為其實侯友宜也好 周習偉也好 國民黨任何人也好 大概都不用擔心了嘛 對不對 那民進黨在這十三年當中 老實講 我們在新北市 不是沒有新生代 也不是沒有中生代 但老實說 大家都在一個小區域 這個是區域改變以後 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過去像蘇貞昌可以在新北市 馬上選縣長 那是因為以前的這個立委選區 是大選區的結構 是 現在的選區 都是一個一個小選區 整個 整個這個 新北市總共分十二區 講吳秉瑞好了 吳秉瑞只是十二區當中 其中一區而已 是十二分之一啊 那我覺得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就是說如果我們中生代的 要想辦法 在這麼大的一個都會裡面 能夠脫穎而出 那勢必要增加的努力 恐怕要多很多 不過你從桃園的經驗來看 就是之前也不是很多人 看好鄭文燦 人家鄭文燦也當選 而且當選之後還做得不錯 但是我要請教國民黨 但是不要忘記 鄭文燦當然是挑戰了兩次 那這一局 當然吳秉瑞很 就是說這個這個局 在這過程當中 吳秉瑞有沒有努力 吳秉瑞很努力了 但是在這個 還是有種門檻的概念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師父 大家都在笑說 自己做婚男婆 做婚男婆 做婚男婆 我們爸爸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本來是做爸爸的婚男婆 結果婚男婆做婚 但是這個故事 我並不是在合理化這個結構 而是說蘇院長正就是因為認為 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第一個他認為新北市對他來說 一個他這樣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 看到他在這幾年沒有成長 非常的這個心理焦局 第二個如果沒有在這個機會 能夠翻轉 讓他重新開始的時候 又要再延宕多久 那我請教國民黨 第一個是說 世衛兄 你之前也是新北市的市議員 第二個是剛剛佳清姐 一直在談到的說 新北市沒有成長 你怎麼樣看待老縣長回國選 我先講一下 如果新北市沒有成長 前兩天呂秀蓮前夫從頭 又講說他住在新北市 他感覺到朱立倫跟侯友宜 這段期間做得很好 他的感受很好 也希望民進黨中央 要節省恐懼 不要大意 我相信蘇前縣長 他在臺北縣做了六年多 後續要去做總統府秘書長 要接行政院長 他把剩下一年多的任期交給林錫耀副縣長 來承擔 如果蘇前縣長 他做得很好的話 當時民進黨中央在執政 臺北縣也在執政 羅文嘉怎麼會輸周西偉 將近二十萬票 對不對 我想如果說吳秉睿委員 今天如果能夠博得民進黨 一向照顧中生代 希望年輕人會起來 他雖然輸侯友宜差不多二十趴 不要忘記了 二零一四年游錫坤也輸 朱立倫也輸二十多趴 到最後剩輸兩萬多 我相信無外乎是民進黨會感覺到講說 新北市這一局真的很重要 而且新北市這一局面對的侯友宜副市長 跟過去的一個傳統國民黨 是不一樣 他還能夠吸納綠營的一個選票 所以說他需要蘇貞昌老縣長 這種善於肢體語言 對二十九區的一個鄉鎮都很瞭解的 是不是能夠起死回生 就算沒有贏 也能夠固守這一些議員的一個席次 乃至於基層里長的一個席次 能夠維持到民進黨 在二零二零前哨戰二零一八 他新北市這一戰 他是不是能夠把他固守住 不要讓國民黨有外溢的效應 能夠拓展到臺北 能夠拓展到其他的縣市 但是師父我請教你 可能也感覺上有一點在誤你這樣子 蘇貞昌當臺北縣長 是十幾年前的事 是 這中間過了十幾年之後 臺北縣民或新北市民 還是覺得說 老館長做得不錯 所以呢 在今天蘇貞昌確定要參選之後呢 大家說有拚命 可是他說不會講說這幾年 主力輪做得有夠好 你十幾年前那不用說 那時代就過去了 為什麼十幾年之後 老縣長回來還這麼有競爭力 恐怕就是現任要思考一下 我想說信眾 人們都在一萬一 現在憲主席在做這場的 他當然包袱會比較重 但是如果說大家都君子之爭 大家都都把他笑脖子都拿進去 看看說你所謂的老館長 你六年外的大陸館 你建設大會 新北市朱立倫和侯友宜 不是很多人在懷念有親啊 我相信 我相信 今天大家要講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也沒有人懷疑 我兩千零五年 我做這個臺北縣議員的時候 你說怎麼沒有人懷念做市委 懷念做市委也是有 歐落主力論也是有 但是在你們民進黨裡面 你們眼睛也只有這個所謂 反正大家一定都覺得自己最好 但是我們歡迎第四位 特別來賓是社民黨的召集人 跟范園范老師 你怎麼樣看待蘇貞昌 這一次選第三次的新北市 我想不管是蘇貞昌 或者是游錫坤 老將出征 當然是精神可嘉 不過就是說 如果我們稍微跳脫一下臺灣 就是說跟世界的潮流比的話 這真的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世代交替的速度 為什麼這麼的緩慢 那譬如說我們看其他的國家 要說市長四十幾歲選的非常多 三十幾歲選的都有 那也不用講內閣閣員 甚至就是說 也不用講女性 我們臺北跟新北到目前 都沒有女性的市長 那其他的國家連同志 都已經在當市長 所以我想說臺灣的確是在 不管是世代交替 或者是說一些少數能夠 有族群能夠脫穎而出的土壤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蠻需要反省的 那譬如說像嘉欽 這個世代的女性 就是說其實是應該要 我們要同世代的 應該要這個世代出路 可是為什麼沒有 那我會覺得 有一點點是結構上的問題 會不會只是臺北 新北的特殊性 因為我們看到像是 林佳龍也當選了 鄭文燦也當選了 然後高雄陳其邁也要出來選 年紀人也都出來 有些東西是一個少數的特質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民營黨包括國民黨 都面臨到青年世代出頭的困難 雖然這次看起來初選 有一些青年世代 還是出來的 可是不少是被特別的扶植 你如果去看這個初選的條件 就是說在民營黨裡面 光初選登記費就七十萬 還有高於大選的登記費 五十萬那也是很高 那連那個余天的女兒 余天的女兒她已經知名度這麼高 媒體報導很多 雖然不完全正面 就是說都花了五百萬在初選 還不用算大選 我只想問大家 有多少年輕的世代 有機會在這裡面參選 而且贏喔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大黨要面臨到 他們在培養青年世代的速度 其實太慢了 至少在臺北跟新北 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是民進黨 年輕人不容易出現 這是一個問題 對 但我想請教范老師 蘇貞昌已經選了一次 又當選一次 總共連任了兩次 這一次要選第三次 先不談他違背自己八年前的承諾 先談第三次要來當選 或是參選這件事情 是否違反民主的精神 民主精神我倒覺得 比較不是違反民主精神 而是他到時候也會面臨一些包袱 他有他的強項 包含就是說 其實游錫坤可能之前 在進取上可能說得太慢了一點 那這個當然這是民進黨內部的問題 可是我的感受是說 對新北市民來講的話 他這一次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就是說時代又過了十多年 那上一次覺得好的東西 他這次如何承諾 能夠給新北市民更好的 跟一張白紙筆 那我們都會記得宜蘭縣長 當時陳定南 宜蘭縣長 陳定南在宜蘭的貢獻 跟蘇貞昌來比的話 我想並不會說比較蘇 可是他回鍋之後 其實也並沒有挑戰成功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打蘇貞昌牌 有他的優勢 可是也有潛在的包袱 需要處理 我想問一點 如果說你已經做了兩任 然後呢 你再經過一段時間 你又回來選第三任 這個邏輯如果可以成立 而且沒有問題的話 臺北市馬英九當然也可以說 你臺北市現在看起來 也沒有戰將嘛 就是一批真的民調都完全沒辦法 跟柯比比 不然馬英九出來選 他們都是這樣子 都是可以選 那跟民眾 沒有關係 完全可以 民眾接受 這是更好的選擇 我們來看看 在八年前 當時蘇貞昌呢 大家講說 新北市真的不好選 你可不可以去選 臺北線就是新北市 但是蘇貞昌那時候呢 來到臺北市 台北市 台北公祖 其實那就是我們的信仰中心 我們那區的人 台北公祖的面前 在廟墊那裡 宣佈他要選 台北市 宣佈他不選 新北市或是台北線 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呢 連選連任 當兩屆 這是民主的上限 民主最大的精神 就是要換 要讓別人來去做 因此呢 他不會去選 那時候的台北線 他說他一定要在台北市 他如果有更大的能力的話呢 他會用不同的方式 來報答他 他最感恩的 台北線的這些陶貝 八年前這樣講 八年後打破他自己的承諾 他當然也清楚說 這個會有很多很多人批評他 不過這段影片呢 我們是從蘇貞昌的超越基金會 在YouTube上的頻道 所去翻射抓取出來的 換句話說 蘇貞昌很清楚 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很多人 拿這一段影片來質詢 他說八年前你這樣說 八年前後才會做百塊的事情 這件事在未來他的參選 是否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障礙 我們來看看八年前 他在台北市保安工是怎麼說的 我對台北線感情始終融落 這麼濃厚的感情 讓我為這一個最大的地方 動獻多年 我非常感謝台北線的姓名鄉親 兩次選舉都讓我勝利 我個人看到各方的民調顯示的民意 一直到今天都還有這麼高的民意 給我肯定給我支持 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謝 但是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職務 首黨連選只能連任一次 這是民主的上限 當年美國華盛頓總統 可以選第三次而不選 抗拒誘惡 樹立典範 這是民主的爭水 我增長不敢為膩 所以我對台北線始終感情融落 但我不會選第三次 如果有一天 我有更大的能力 我會用更大的奉獻 來回饋我最感激的台北線民討厭 東豪兄這件事會成為他很大的障礙嗎 還好 還好 看他怎麼應對 對 像之前很多政治人們說 不選不選 後來又選了這樣 關鍵不這樣 關鍵是態度啦 就是說 那麼講 蘇貞昌年過七十了 正常狀況下不應該是他來選 那剛才講 民進黨在台北在新北的發展 有一個蘇貞昌障礙 就是你怎麼去想像說 經過十幾年了 蘇貞昌留下來印象還那麼強 那麽講齁 其實 蘇貞昌跟我不要講 我以往朱立倫這兩個來比齁 這兩個人主政都會留下一些特殊的東西 那這個在年底的選舉都會看得到 這也是為什麼蘇貞昌 民進黨找來找去 最好還得找蘇貞昌 如果你有開車齁 你走那個六十五號 特二號 如果你從巴黎開始 巴黎有一個十三行 十三行他去的 十三行他去的 六十五號呢 經過三任 三個市長 縣長的市長 從蘇貞昌 周錫瑋到朱立倫 蘇貞昌起著頭 在朱立倫的時候收著尾 你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我就不講那個 那個魚人碼頭了 淡水裡碼頭了 因為太多人知道了 你到了中和的時候 到四號公園 四號公園有一個圖書館 圖書館裡面有一個餐廳 那個圖書館 大概當年播了四億 蘇貞昌撥的 這四號公園那個地方 然後呢 你在延六十五號 你到土城的時候 下土城到櫻哥 櫻哥老街 跟陶塞博物館 又是蘇貞昌 陶博物館 蘇貞昌可以演 我現在就先舉幾個例子 就是說 他蘇貞昌留下很多東西 那像特一號 特一是油清到蘇貞昌 那現在你在用的這個 新北市大樓 油清到蘇貞昌 好 那你看到什麼 比較硬體 朱立倫風格很不一樣 所以侯友宜 侯友宜的未來的資源 就是朱立倫 但是侯友宜的挑戰 也在朱立倫 就是 你怎麼去想像 侯友宜的新北市 跟朱立倫會在哪裡 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年底上 投票是自己跟自己比 就你怎麼去想像蘇貞昌 因為蘇貞昌留下都硬體 那朱立倫 我們怎麼講呢 不久之前 有金山萬里 這個金瓜石 那個馬拉松 每年都很熱啊 萬里蟹 被整個朱立倫炒起來 是 然後你到了 壁潭 有水舞 我相信很多人去看過 然後你沿著一路走 你會 你到耶誕節的時候 一定有新北的那個耶誕夜 那個多少人在那邊 是 辦了幾年了 朱立倫留下來的東西 某一個角度來講 相當軟體 當然也有硬體 剛才四位跟我講說 有國民運動中心 因為國民運動中心 沒有用到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麼感受 可是我感受到什麼 我看到蘇貞昌留下來的東西 都是這些東西 好 那問題來了 你把這兩個人擺上去的時候 就是說 蘇貞昌當然要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自己講過的話 不要說吞下去啦 就是你的道歉 能不能讓一般人接受 那目前看起來民調 我只能用民調做一句 民調這件事情的反彈比不大 OK 那你面對自己講過的話 這樣就好 還有一個就是 他有政治的現實面 我跟你講 具現實做了一個選擇跟考量 所以就由蔡英文 來幫他解這個套 就是蔡英文拜託你出來 但是這個東西選舉到過程中 關鍵的哪裡 就是蘇貞昌怎麼去應對 因為不會說你今天道個歉 事情就結束了 會繼續發問 類似的其他東西 蘇貞昌如果回答的好 這個影響就越來越小 你如果回答的不好 就會變問題 那同樣東西在侯友以身上也發 也會形成 為什麼 這兩個人都曾有些過去講過的話 做過的事 同樣都要面對 所以我一直說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在比較上 你要說誰一定比較強 眼前你看到所有民調沒有太大意義 而是未來這七個月裡面 個人的表現 誰犯錯越少 誰的機率越高 不過我再請教佳清姐 就是說確實那句話是他自己講的 所以他自己也承認 那他也某種形式道歉 那但是他講說就是不計回慾 因為他知道說這件事對他是有傷害的 可是我們回到剛剛我們在強調說的民主基建 那也是蘇貞昌在八年前講得很清楚 他認為以及很多人認為 民主的真髓就是要壞 不能說習近平說 習近平我幹得很好 那我就要稱皇帝一輩子 我就要幹到死 不能這樣子 你不能說你幹得好 所以永遠就是你要做 你幹得好 大家懷念你 你就要交棒下去 做了兩任之後 再來要做第三任 當然不是連續了 這在民主上真的不太容易說得過去 心中的這個質疑 大概是普遍大家的想法 那確實我們很多朋友也勸蘇貞昌說 不要啦 不要啦 你已經到達這樣的一個高度了 其實再做下去 對你來說 你做得好 大家都認為應該嗎 那你做不好 不是又受傷更重嗎 那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我們都知道說民主的這個機制的設計 有些國家根本就是連連任都不可以連任 他就是只能做一任 你比方說我們鄰近的韓國 他很多這個他包括總統 或者他們什麼道的那個 的這個省長 類似這樣子 那每一個機制的做法 為什麼說連連選的連任一次 是告訴你說 你不能長期的在這個地方影響 但是你在過隔屆可不可以再選 法律上沒有說你不行 不然你就說這個每人一生 只能做一次或兩次 不然你如果換個角度 譬如說馬英雄回來選台北市 甚至如果說小英特色阿扁 阿扁再回來選台北市 我知道 我知道 很難想像 我知道信聰的挑戰跟疑問 對我們的疑問是什麼 就是說這件事情 與其說是政治上的 說是法律上問題 不如說他是政治觀感上的問題 就是說在這個政治觀感上 那人民在不在乎 人民重不重視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嘛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民調老師講 我也是有點吃驚 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說民進黨 有意在徵召蘇貞昌 來新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您認為蘇貞昌 是不是一位合適的人選 居然有高達五成 將近六成的人認為是市黨 這個是在新北市的市民 裡面這樣子認為 那再來就是說 對於他做的這個縣長的表現 到現在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居然還有六成三以上的人滿意 相較於現在的朱立倫 他還在任內 他的滿意度不到五成 那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來相比較之下 你可以 為什麼我們做出這個選擇 我相信民進黨也不是說 故意要害蘇貞昌 叫蘇貞昌去選 而是說蘇貞昌要幫忙 承擔這個大局 是希望能夠改變這個城市 同時他也能夠帶動我們周邊相關的這個城鎮縣市 都可以一起往上提升 那你以朱立倫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說 當然他栽培了侯友宜 那侯友宜過去也在綠營的時代被栽培過 他當到這個警政署署長 老實說 我相信侯友宜 某種程度 在警政系統 能夠爬到這麼高的人 能力都有一定 是 口才也結在不在話下 那但是重點在於 侯友宜 他對於一個城市的治理願景是什麼 他要告訴我們 那他在跟著朱立倫做的這八年裡面 如果朱立倫的滿意度都不到五成 那侯友宜你的滿意度到幾成 大家下一步就要問了啊 那你的城市願景 你再提出來的新的東西是什麼 我相信接下來就要PK的是 朱貞昌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剛剛當然這個東豪有講了很多 蘇貞昌做的一些事情 留下很多硬體的建設 我也有講朱立倫的 對 那朱立倫的這個 他講朱立倫比較多是軟體的 朱立倫做了很多活動性質的 活動性質的東西 其實就是過了 就是加連華市的就結束了 新北葉蛋成蛋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但是我必須要講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在臺北市 因為當了十二年的議員 我非常清楚說 曾經在馬英九的時代 我們一年最高 曾經預算高達兩千億 那時候的新北市 就是臺北縣 在我們隔壁 你知道他們有多可憐嗎 朱貞昌在當縣長 他們只有八百億 他人口是臺北市多一百萬 土地是臺北市八倍 結果他的預算總共八百億 臺北市有兩千億 我當時看到這個數字的落差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好大一跳 說臺北果然是天龍國 但是重點在於 朱立倫接上來的時候 他剛好是新北市升格了 他擁有的資源是 當時的周錫偉或者是這個 都很多 對 蘇貞昌多很多 那周錫偉 我必須要替周錫偉 講一句話 周錫偉 沒關係 周錫偉 也是硬生生的 在連任的過程當中 被拔掉 這是國民黨內的痛 這是我們這一次 就是二零一八 那個年底大選 第一次談選舉 所以我們還是要稍微公平 一點點 不能只談蘇貞昌 還要談侯友宜 我請教一下那個士偉兄 這樣談侯友宜 會有一點點不公平是 現在的新北市長 是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做得好 當然可能會轉嫁到侯友宜 朱立倫做得不好 可能有人想說 如果你是當副市長 你也沒做得多好的時候 可能也會轉嫁到侯友宜 但侯友宜畢 畢竟是副市長 所以這次不是朱立倫要選 是侯友宜要選 所以恐怕侯友宜 自己要展現出來說 他可以改變新北市什麼 或者是站在朱立倫的立場 跟基礎上 再去多做什麼東西 你看到的侯友宜是什麼 我先解釋一下 這一個預算的事情 本來我不想講的 但是佳青 副市長他有講說 我必須要澄清 你這個蘇貞昌現場 離開的時候 他是臺北縣到達局 在上限八百億 他那個時候是二十九鄉 正式各自負貸 八百億喔 已經到達取債 上限八百雙億 兩千億的預算 還可以付債兩千億 現在好不容易把它打開了 然後變成升格了 你去行政院 你都沒半 統籌費要稅塊 來 給你的打法官 來給你過去 郵親交給你百塊錢 結果你交給這個 組織委付債八百塊錢 大概一千億耶 現在升格了 朱立倫預算沒有增加 他只是把二十九鄉正式的 一個預算 都難過 然後怎麼樣 然後預算 你剛才這樣說 我都沒有你插錢 你不懂得給我 說給我算 對不對 那你現在 你中央的主席 你都說朱立倫跟侯友宜做完 我剛才跟你說 呂秀蓮前副長長 那是你民進黨的說的 做得不錯了 你說朱立倫 不是只有剛剛東華 社長所說的軟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很多的消防 消防站 消防分隊 甚至於抽水站 台北縣最怕的就是淹水 有辦法在周習委任內 能夠整治 能夠清水 朱立倫時代 也能夠翻新 甚至於十四間的 國民運動中心 陸陸續續 都在完工的一個階段 這個是整個能夠接地氣的 能夠讓人民 能夠直接感受的 你說蘇仁康 做了很多的這些 魚人碼頭 甚至於講說 這個博物館 那如果不去營運 如果不太忙 怎麼樣去營運 那都是要負債的 但是我相信 好還要更好 你有留下來 你魚人碼頭 假日塞車的時候怎麼辦 那周習委跟朱立倫 就去規劃 淡水輕軌 今年要同車 你今天講說 侯友宜 我說政黨政立 你國民黨這場 來的時候 不管周習委還是朱立倫 侯友宜都要蓋瓜成熟 我請告訴我 怎麼樣能夠讓他好更 侯友宜 看起來就不是那種 正統的正藍軍 所以他才有辦法去講說 超越藍綠 為什麼國民黨要提名侯友宜 我相信民主的機制就是如此 他既然掛國民黨參加初選 他就是要經過初選的 這一個全民調的一個機制 接受人民的檢驗 接受黨內同志的一個檢驗 好啦 現在按照民主機制出現的 那我們當然就提名他 那提名他出來 當然要接受民進黨 敵對陣營的這一個 沒有啦 我是跟你說 林鄭為侯友宜的特色是什麼 侯友宜特色 最最基本的 就是能夠讓基層大家不分藍綠 大家都能夠接受 為什麼 他本身是從基層的遠景出身 他非常知道小老百姓 他們接觸的 他們需要什麼 他那個鐵漢 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不要忘記了 他雖然鵝 但是他都是依法行政 在那一個界線裡面 公務人員奉公鎖法的一個情況 或許有人會講說 那是有的 說都不說 但是你如果余悅法的一個奮際的話 那就不是好友誼 不過我們來看看新北市到目前為止 因為看起來國民黨跟民進黨在臺北市 好像還沒有提出 讓人家耳目一新的這些人選 但是現在看起來 新北市呢 是看起來最有看頭 或者是可能競爭最激烈的一個縣市 這一次新北市 將會在年底大選 扮演什麼叫做 前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將披上籃袍出征 新北市 民進黨不敢大意 人選從自家立委 吳秉瑞 前行政院長尤錫坤 到曾經擔任臺北縣長的前行政院長 蘇貞昌 都有考慮 最後決定徵召蘇貞昌回國參選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點出關鍵 因為有一份黨內民調顯示 尤錫坤落後侯友宜 百分之十四點四 但蘇貞昌和侯友宜 只差距百分之零點一 臺灣世代智庫 也針對新北市長選情進行民調 顯示蘇貞昌的支持度 小銀猴友宜 零點九個百分點 對於周玉寇提出的黨內民調 劉兆豪予以否認 但是綠營立委們對於智庫民調中 有超過半數的民眾 認為蘇貞昌參選新北市長 對新北市未來有幫助的數據 很是認同 不過國民黨立委質疑民調的可信度 侯友宜副市長在新北市的經營 我們相信也是有目共睹 他包括對於新北市市政的了解 那我覺得民調來來去去 而且民調有些是真的民調 還是側翼做的民調 我覺得都是需要再進一步的思考 蘭營認為侯友宜的優勢在於過去的行政經驗 綠營則強調蘇貞昌過去擔任 台北縣長的表現 雙方都想延續各自的市政成績 強化選民印象 隨著選戰逼近講更加白熱話 所以范老師你怎麼樣看這一次新北市的選舉 然後看起來就有一點點非一點 一個老縣長回鍋出來選 然後一個其實之前的政治色彩沒那麼重 他之前是在那個民進黨任內被大幅的提拔 然後幹到刑事局局長 幹到警察大學校長 然後他變成姚勝一變變成藍營的副市長 來出來代表國民黨 這樣的選舉 我剛剛的看法 比較是從一個大的政治趨勢 就是說臺灣的政治結構上 有一點點不利於新人出頭 所以我們世代交替特別慢 那就是說包括女性少數這些更進步的力量 在政治裡面出來的也慢 那可是如果回來就是說 純粹就政治論政治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民進黨最後選擇 當年的縣長 現在回來選新北市長 其實是有一點點相當保守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想想看就是說民進黨在最不好的時候 二零一零年 當時派蔡英文 其實他完全沒有選舉經驗 那當時的朱立倫是更如日中天 比起現在的侯友宜其實更強 他其實蔡英文輸的 就是說在民進黨最在谷底的時候 他輸的並不多 輸很少 輸的光榮 對然後上一次游錫坤 大家以為他一定不會上 結果朱立倫連任應該要很順利的結果 輸三萬 所以其實新北是非常有機會翻盤 他整個藍綠的結構 可是這一次居然讓前縣長再回來 我會覺得民進黨考慮的 真的是整個全臺灣的選情 而不是只有新北 可是這一招其實風險蠻高的 因為他最好的聲勢可能在這兒 你想想看 如果在蔡英文選新北的時候 你在四五月就給他做民調 他會是多少 所以現在這個民調還不准嘛 可是蘇貞昌知名度 當然是新北第一嘛 我是說 因為我們所有自己老家也在新北 都知道他當年做得不錯 剛剛講的那麼多的建設 可是當最後 會有也有個想像力 蘇貞昌那個想像力 其實會越來越小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比較做的是一個保守 可是最後會有他的一個負面的部分 可是民進黨考量的可能是 蘇貞昌是一個有全國性 因為新北 臺北跟下一題有關 臺北如果最後民進黨讓的是柯P的話 他其實非常的需要蘇貞昌 有這樣的全國性的知名度 而沒有辦法去讓 不管是吳秉銳或者是其他人 來冒這個險 我是覺得很可惜 如果你就新北的人才 其實應該是 甚至嘉欽跳到新北去選 女市長 我覺得都非常好 這樣才有個新的想像力 而且為未來的人才 才有未來性嘛 那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他國家三幾歲 就當市長了 你們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才有潛能在 你現在這個部分 讓人覺得潛能 現在就用光了 董好兄 再來只會是負面的 你進黨在想的 是不是也不只是 新北市的蘇贏而已 而是整個全臺灣 甚至小英 也許在民意上 開始就是一直沒有辦法 拉起來 他需要透過一個很大很大的 點火球 來照亮整個選舉 來有一個很大的外衣效應 來有一隻很強大的母雞 就算了 退一萬步想 新北最後還是輸 可是他可以拉拔各縣市 不管是議員 不管是縣市長 乃至於小英的這些民調 他多功能 你講的是其中一個功能 所以當然第一個 一直講說 他在新北市的基礎 還在 就是民意的基礎還在 然後還有一個 他確實可以牽制國民黨 第二層 第二層功能 就是牽制國民黨 你可以想這樣 就是說蘇貞昌跳下來 國民黨 對侯友誼 或者朱立倫對侯友誼 你就要步步為移 那這種選舉 年齡的選舉 一定是人力物力的總動員 但是民進黨的優勢也是他的缺點 也是他的缺點 就是說 民進黨優勢是現在中央執政 你有資源 國民黨的優勢是什麼 你有朱立倫的地方執政 你有資源 所以這兩個會是資源大戰 這第一個 劣勢是什麼 因為你中央執政的成績 如果不好的時候 就是你的包袱 就會變成蘇貞昌的包袱 那對蘇貞昌來講 他必須要提出不同的想像 否則 否則 那個選戰就會像范雲剛剛講的 你打到後面的時候 氣會不夠 那當然第二層就是 牽制國民黨 因為既然是資源總動員 你可以想像 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 他要如何支援台中 如何支援這個桃園 南部兩都就不要講了 因為他目前為止 人選還不確定 國民黨還不確定 所以這場選舉 本來就是打二零二零的前哨戰 那當國民黨的資源 全部被集中 或者被吸納到了 侯友宜身上的時候 盧秀燕 要挑戰林佳龍 你就只剩下議題戰 就會只剩下議題戰 這個議題戰 你大概可以想見的 未來的空屋一定會談到 然後呢 空屋也會在台北談到 新北也會談到 你就 可是你知道議題戰的東西 事實上它是兩面認 完全看雙方如何回應 一空屋不保證 一定是國民黨得分 了解 其實我回來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那個徐家青還沒講完 我覺得如果今天新北市民進黨 是派青壯背 有全國性知名度的女性 不管是徐家青 你還是希望他出來選 或者是 如果是新北的話 我覺得林淑芬都會是一個 有潛力的棋 而且你就算這次沒選項 下次他可能就非常有機會 可是這一次做這個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太保守了 而且會讓新北的選民來講的話 覺得沒有新意 那如果是派徐家青出來選新北市 國民黨就不會說 把所有的資源都調到新北 跟徐家青打 最後的 你對他太小看他了 現在大家不要把那個勾勾 變成作教的 我現在只是勾勾的 剛剛已經大家在講說 做美人婆都可以當新北 我想的是潛能 就像我剛剛講的 當年的二零一零 如果四五月的時候 民調絕對也是輸給蘇貞昌 在新北的時候 但是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六都只剩下新北市 如果新北市再調 那就全軍覆沒 沒錯 今天我們那個 新北市黨部的這個 李乾隆主委就講 新北市我們是重中之中 我們一定要守住 如果我們沒有守住的話 那國民黨整個在二零二零 你不用 別玩了啦 就變泡沫了 所以說你新北市 我們要怎麼樣子 能夠把他守住 這是我們當前的一個課題 那當然大家或許會覺得講說 唉唷 逃逃到信中 你說的 唉唷 這一個蘇前院長 他可能要去跟大德工作講 事實上這些話 都他自己說出來 我們並沒有去攻堅他 但是人民都會去檢視他 你如同年齡 剛剛范園老師一直在講說 這個年齡的問題 八十六年他從屏東來到台北線 選縣長的時候 他怎麼批評謝森山的 那個時候蘇貞昌五十歲 謝森山五十八歲 現在你蘇貞昌老院長 你是幾歲 虛歲七十二歲 如果還有你做一次七十六 如果還有你連任一次八十 你們侯友宇也六十五歲 是沒錯 但是侯友宇有沒有去講說 人家老後怎麼樣 沒有 你包括民進黨 最近我們在提名縣市首長 包括我們的 我們的新竹市 我們的嘉義 甚至於我們的澎湖 民進黨怎麼講 你們都叫那個回鍋肉 如果要這樣說起來 你們說的話 套一句反話 你們回鍋我們的回鍋老肉 這都是媒體發的 事實上我會覺得 民主的真理 誰都可以參選 當然啦 但是只不過說 你當時說的話 侯友宇副市長也說 他也說你自己去補充台地說 補充台地說 補充台就是說 但是我要請教你 二零一八年究竟不管是新北市 或者是其他縣市 乃至於全臺灣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地方首長 我們還是在期待 以前那種搞硬體建設 大規模的建設 不管是透過舉債 或其他的方式 用很多很多的這樣子 看得到的政績 還是我們需要不一樣的市長 我想我做個議員 不只要有硬體建設 你還有軟體跟民眾 能夠接觸的 民眾要什麼 現在民老百姓 他會覺得講說 我繳了這麼多的納稅 血汗錢 結果我一天看到你們 在那裡 然後在那邊一直炒意識形態 選舉到了 我就看你們有肢體語言 在那邊說好不好 好啊 但是人民老百姓 要的是安居樂業 人民要老百姓要的是 我生活 我有一頂飯拿來吃 我能夠用得到的 那這個是他們人民的感受 就如同鄧豪社長講的 好啦 你從六十四線到六十五線 你這樣沿路走過來 你看到的 但是這一些除了硬體 你也要有軟體的配合 我相信這是人民老百姓 他所必須要去做感受 你說國民運動中心 用了之後 有多少的上班族群 他們去做實用 他們感受得到 甚至於爸爸媽媽 他們要的一個營養午餐 是有機的一個蔬菜 我相信這都是新北市在做 甚至於拖嬰政策 老人的政策 這都是新北市 朱立倫的內術 問題要請教佳馨姐 就是說很顯然 蘇貞昌 他當然我們剛剛講說 不管是選第三次 或是違反八年前的承諾 那是他自己要去負責 但是恐怕選民真正在意的是說 你總不能你要選的時候 老師跟他講說十三行 我蓋的淘寶港我蓋的嘛 你要跟他講說二零一八年之後 你要幹嘛 那二零一八年之後 蘇貞昌要幹嘛 確實這個二零一八年的 這個關鍵點在於說 作為臺灣第一大都市 四百萬的人口 這麼大浮原的土地 那你要給這裡的市民 一個什麼樣未來發展的願景 那其實老實說 他還有很大的潛力跟空間 不只是硬體建設 還有很多的軟體文化方面的東西 是可以去做的 那我相信以蘇貞昌 他過去這幾年 雖然沒有擔任公職 他去成立了這個 所謂的超越基金會 超越基金會在做什麼呢 他培養非常多文化方面 影視方面的這些人才 甚至是軟體的這些的年輕人才 意思就是說臺灣 他需要走的路線 可能未來是design設計的 創意的這種做研發的 一個重中之重的重心 那我覺得以蘇貞昌過去 從他不管在土城 或者是在這個新莊 等等地方 做的這些工業區 過去都是所謂產業結構 是足於製造業的 但這製造業慢慢也都移出去了 接下來剩下來了這些空間 應當轉型做什麼 做研發中心 那這可能是蘇貞昌 在下一步 他擔任一個縣市長 他要給這個都市 一個新的願景 他要去提出來的政見 不過這次選舉 其實還蠻有趣的 剛剛我們一直在談新北市 可是新北市跟臺北市 是全臺灣享受 最最最最多資源的兩個市 可是新北市呢 我們看到是老縣長回來要選 看到是一個所謂的超越藍綠 就是在政黨色彩沒那麼大 或許想要走柯P路線 這一種所謂的不那麼藍 不那麼綠 比較務實來談市政的人出來選 可是回到臺北市 就更奇怪了 國民黨當然有一些 那個已經候選人出來 參選人出來 但看起來也沒有說真的 馬上就可以跟柯P相較 一較長短的人 民進黨又很怪 包括姚文治一直要出來 民進黨一直擋著他 然後一直到底要讓柯P 不讓柯P在那邊游來游去 到底不管是從新北市 臺北市 是否我們已經慢慢擺脫 那一種藍綠政黨政治的氣氛 我們再來看看 為什麼民進黨在臺北市 推不出人選 臺北市長柯文哲去年在雙城論壇的這番話激怒不少民進黨基層 也讓今年底的臺北市長選戰雙方要不要再合作充滿不確定性 對此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 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 目前還沒有定論 黨內有很多意見需要整合 還是期待柯文哲用各種方式展現臺灣價值 蔡英文對於柯文哲似乎還有期待 但黨內有不少聲音 希望民進黨推出自己的臺北市長人選 不過三月底就有網路媒體報導 蔡英文和時臺會等海外相親會面時表示 在柯文哲和國民黨候選人記住下 民進黨如果推出自己的人選 恐怕會掉到第三名 看來年底的臺北市長選戰 民進黨提不提名陷入兩難 民進黨要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政治難題 各界都在看 為什麼提不出人來 嘉清姐 清北市對民進黨來說 確實是一個相對的艱困選群 民進黨唯一一次推派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的 是在一九九四年 那那一次是拜國民黨分裂之士 有一個新黨產生 一九九八年的陳水扁 滿意度高不高 很高 八成 市政做得好不好 很好 所以我說你們搞不好可以推阿彬亞出來算了 某種程度來說 當時馬英九講了兩百多次不選 如果大家要質疑誠信的話 早就沒有誠信問題了 是不是 那所以以這樣的結構來說 臺北確實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我自己正因為是在臺北市選出來的議員 所以我相當理解在裡面的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所以上一次面對連勝文的時候 我真的知道國民黨做了一個非常不好的選擇 就是連勝文 連我們文山區的人都投不下去 那文山區是國民黨的重中之重 最是深藍 軍公教 眷村 比例最高的地方 如果這些人在我身邊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我講說不去打了啦 那連勝文還有什麼期待 那連勝文年不年輕 年輕阿 他是不是一個新面孔 所以你認為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新北 不管是臺北 都還是藍綠對立的這種政治情形 我倒是這樣子認為 我經歷過這二十年的觀察 臺北市有沒有在移動 他有 但是他速度是慢的 為什麼是慢的 因為臺北的人口沒有增加 為什麼沒有增加 移不進來 很貴 要住進來 落籍是很難的 所以在這樣的人口 這個跟新北市不一樣的地方 新北市在這二十年當中增加一百萬人口 他增加的人口 就像現在的桃園一樣 他超過兩百萬 他是一直在變動的 那在臺北市這種很結構性 穩定的狀態之下 柯P上一次 與其說是他贏 不如說是連勝文輸 那所以以這樣的結構來說 民進黨在面對這一局的時候 我們仍然是在觀察 如果我們要在這一次推派自己人選的時候 也必須要先思考國民黨的人選 會不會像連勝文一樣啊 那有沒有新的可能性啊 那我們才找相對合宜的人 所以你要等國民黨初選出來之後 再來決定要不要退洋文治這樣子 所以我們我們一直在說 就是說春暖花開 絕對沒有開玩笑 董好我請教你 所以看起來 不管是臺北 不管是新北 名其言說是超越藍綠 事實上根本就是因為藍綠撕裂 對立這個結構無法改變 才讓那種不藍不綠 又藍又綠的人可以順利當選 所以變成侯友宜也必須循這個模式 侯友宜在新北的狀況 跟臺北不會完全一樣 因為選民結構還是不一樣 那臺北有幾個特性 我覺得第一個臺北是很叛逆的 在馬英九的時候 在臺北市也沒有太討好 那只是說他的藍的 基本上比較大一點 所以等到柯P在白色力量 洪中秋事件的時候 就趁勢崛起 那那個那個是對 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的一次叛逆 對因為連勝文又是代表這個政策 是 那加上連勝文自己總部 乃至於他個人家庭 那時候又發生了很多 這個實在是讓你覺得瞬目結舌的事情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總結 那柯P你這樣 你看他這三年來的市長 他其實就一個主調 他就是跟你講 我不是民進黨 他很清楚知道臺北市的客信是什麼 所以他告訴你我不是局長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是局長 為什麼我不是局長 因為民進黨是中央執政 他是代表對中央的一個叛逆 瞭解 那 所以反而最近民進黨一直在逼柯P 要講臺灣或是中華民國 或是什麼兩岸一家親 這個會變成另外一個 反而幫他 幫不幫他 我沒有辦法判讀 因為柯P的現象是蠻怪的 就是說臺北市的人 對於這個事情上面 因為理論上臺北市市長 大概跟兩岸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柯P的崛起過程 他事實上跟他的兩岸立場 又有一些關聯 在當時的那個背景之下 那你在看柯P來講 會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柯P是非常規的 甚至他跳通 那乃至於你說 不藍不綠 不藍不綠 淺藍淺綠 所以兩個政黨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瞭解 所以范老師 所以變成是柯P這種 所謂的白色力量 超越藍綠 在臺灣其實只是彈花一現 根本不是什麼風潮的改變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很難說啦 真的是要看二零一八的年底選舉 因為上 當然市長是一個局 就是說柯P還是代表一個 藍綠之外 到底人們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那我現在覺得 大家其實還並不是很清楚他的狀態 那另一個部分是說 因為第三勢力到目前 還沒有很確定 有強的人選出來 所以選民會寄託在第一個 還是很多人對藍綠是不滿 所以柯P常常莫名其妙的批藍打綠 雖然不太一致 邏輯非常不一致 可是他有這個功能 因為他是最大尾的 那另一方面說 他讓人感覺說真話這個東西 不管是真或是假 那好像有這麼回事 所以他有扮演那個結構性的功能 可是我說 其實要看今年議員選舉 因為議員其實是多其次 那真正如果議員選舉 第三勢力有空間的話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 你們社民黨要不要推市長人選 謝謝 第三個字 中文能力最強的 一口氣掛了六個 我不知道該接下來節目怎麼進行 這一個 原原你不要再自拍了 不是 好不好 你多花點虛絲 寫點鬥然 他剛剛說千萬還可以這樣子 一字千金 一切領略 中華文字之美 世外桃源 美如仙境 澳洲塔斯瑪尼亞 奇特的生物 原始的美景 讓人忘了自身所在 聽過塔斯瑪尼亞惡魔嗎 魔鬼般的七粒叫聲 是什麼樣前所未見的動物呢 4月14日 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塔斯瑪尼亞就在公共電視 我們每天吃的食物 是從哪裡來的呢 食物從哪裡來 生態農場立體教室 超過90個立體翻頁 探訪食物源頭與製程 一步步認識食物 讓學習生動又有趣 捐款千兩百元 獲贈食物從哪裡來 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9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他們是生命的子女 是生命自身的渴望 他們盡你而生 但非出自於你 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 卻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他們愛 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生 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 因為他們的靈魂 住在茗玉之屋 那裡你去不了 哪怕是在夢中 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 但別想讓他們變得像你 因為生命不會倒退 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都大事 你會心想要來 你快一點 是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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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